顺势二维 趋势避害 大家好 我孙老师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失业潮 有多少人会失去工作 这些失去工作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最近中国的统计局发布了城市的调查失业率 结果显示失业率是高达6.2% 这是近几年比较高的一个失业率的数字 中国的统计机构不是一向都善于涂脂抹粉吗 为什么这一次要把失业率增高的数据公开出来 这个原因我们后面会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失业率统计是不太真实的 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估算一下 按照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的就业人口大约是7.7亿人 所谓失业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些本来该就业的人 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就业 原本应该就业人口基数有多大 按照中国统计年建2019的数据 中国的人口是13.9亿 其中15到64岁的人占比大约71% 也就是9.9亿 我们假设一个人从大学本科毕业23岁 一直干到65岁退休 那么要在这9.9亿人当中减去15到23岁的人口 那么这部分人大约是1.5亿 减去之后 从大学毕业到65岁退休前的总人口 这部分失临的就业人口一共是8.38亿 这个总数就和就业人口统计的数据对不上号 相差6800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官方的统计 实际上正在就业的人比应该就业的人数要少了6800万 而且在这7.7亿的官方就业人口当中 大概有2亿8000万都是农民工 这一部分的人就业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失业的 不充分就业的半就业的都算在一起 总人数有可能是上亿 以上我们利用官方统计数据来推测了一下 就业和失业的情况 虽然中国官方数据都是涂脂抹粉不太真实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数字的变化 看到一些趋势的真实情况 中国人下岗失业丢饭碗的情况 已经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了 官方把公布的失业率调高一点 无非就是为了提醒全社会 未来可能出现失业大潮 提前做好心理的准备 好刚才我们说了现在失业的情况 但未来的情况会怎么发展呢 现在全球经济衰退 疫情还在到处蔓延 未来的就业情况肯定会大受影响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两件事情 第一打工的人都在什么地方打工 第二他们打什么样的工 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才有可能搞明白 中国未来失业的情况 那么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 中国的工薪阶层大部分为民企打工 民企又为国企打工 国企是为中国政府的意志在打工 所以中国这些年一直是在鼓吹 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 什么半壁江山了 这类评价是非常多的 感觉是挺重视民营经济的 中国的惠普金融又汇集了中小企业 等于是对民营企业有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 但你要问说为什么这么扶持民企 这个原因并不是为了无偿的做奉献 而是为了将来收割民企 根据汇域评级的数据 去年国企购买民企股份 收购民企的速度是明显的在加快 从前几年开始 中国政府就通过和私人资本的合作 也就是所谓的PPP来吞并了很多的民营企业 或者是主导了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权 所以民企就好像是一片菜地 政府在资金和政策的方向上 给予民企一定的支持 是为了让民企这颗菜茁壮成长 由小变大 方便政府以后收割 据为己有 所以这个事情对民企来说是有很多优惠条件的 比如在2018年左右 很多民企就开始主动的投怀送报 主动想让政府来收购自己 所以最新一轮的国进民退 其实并不是国企大肆扩张 然后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 不是这样的 实际情况刚好相反 是民企主动求包养 半卖半送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民营企业家 他们都非常清楚中国经济的未来衰落 已成定局 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所以政府方面想用收购民企做大国企的方法 来维持经济的稳定 预防经济风险 在中共十九大之后 官方也很明确的提出要把国有资本做强做大 还要做优 要体现所谓的中共执政党的地位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地位 也就是说政府无论如何都是要收割民企了 所以这个时候民企的心态就会很微妙 他们会觉得反正自己在中国经营下去也很困难 那还不如早点卖给政府卖个好价钱 所以服药玻璃的老板曹德旺就说 民企要卖掉自己的资产 越快越好 早卖比晚卖好 但是能被国企吸收的民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经营艰难的中小民企根本不可能被政府收购 他们没有被政府收购的资格 所以将直接面对中国经济衰退带来的风暴 大量的倒闭关门也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据统计中国的私营企业多达1436万家 占所有企业的80% 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加在一起超过3.5亿人 这1400多万家的企业和3亿多人都面临着全球经济风暴的冲击 简单来说 这些企业都面临供应链转移 国际订单减少 企业债务压力 这三大困难 这会直接导致大量民企的倒闭 失业人口随即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节目一开始就说过 中国的就业缺口有6800万 还有2亿多农民工 还有在民企工作的3亿多人 所以加到一块 潜在的失业人口是非常的庞大的 那么这些潜在的失业者一旦被裁员炒鱿鱼 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 这些人是绝对不会保持失业和没有工作的状态的 因为中国的国情和那些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 因为没有失业救济金和政府的保障 所以中国人不可能心甘情愿长期保持失业的状态 他必须马上找到新工作 否则就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这个数量可能上亿的失业人口不会保持失业状态的 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找工作 找什么工作 肯定不是找那些平均薪酬最高的什么 IT金融这些工作 中国的就业市场 一大部分提供的就业还是低端的第三产业服务业 什么是低端服务业 比如说餐厅端盘子的 捏脚的 电商带货的等等 这个类型的都是低端服务业 像这一类的工作 它没有太强的技术含量 而且可替代性非常强 所以这种工作流动性也很强 所以从业者一般都是一份工作干不了多久 所以说这些根本就不是长期稳定的工作 只是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但是现在经济衰退会造成中小和私营企业大量的停业倒闭 而且服务类的工作还会和人接触 所以这就很容易引起交叉感染的可能 那么在过去 这些临时性的和第三产业的工作 是起到一个失业缓冲区的作用 让人不至于完全没有收入 至少可以有临时的短期的打工 但是现在缓冲的区域也是基本没有了 所以中国人会在这几十年以来 第一次集体面对彻底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我就把这个情况称为失业的硬着路 如果大量失业人员聚集起来 就很容易发生社会的群体性事件 所以中国政府很早就察觉到了这个问题 前几年就开始在北京这些地方 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 政府也号召年轻人回乡下创业 这些方法都是提前预防失业人口聚集 在城市闹市 这些失业人口离开城市以后 就不会受到媒体的大量的关注 这样就方便政府整治处理他们 该杀的杀该抓的抓 基本上就是一个集中营化的管理模式 至于说城市里就不可能再大量的裁员了 但是企业的成本还得降 不然真的是办不下去 所以在不裁员的前提下 企业降成本就只能够降薪 以后我们的薪水打个七折八折 甚至是打五折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大家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中国未来的就业情况 首先是国进民退 民营经济你极快的速度 极大的规模垮台 就业的缺口从千万级别上升到上亿的级别 于是大量的失业者被驱赶到不受关注的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城市里就只剩下两类企业 第一是国营企业 第二是被国营企业控股的私营企业 那么在这些企业打工的人 必须接受薪水降低的现实 必须面对生活水平下降的现实 那总的来说 除了中国最发达的几个超大型城市之外 大部分地方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集中营的管理模式 中国会迈开大步 向他东边的邻居朝鲜学习 在很多方面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现在中国人怀念的那种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那种精致的生活方式 未来就一去不复返了 不管你的状态是失业 待业还是就业 等待你的是未来社会主义 对你进行的劳动改造和思想的再教育 顺势而为趋利避害 我们下次再见